其他青年朋友,都至少在輿論上幫幫我手, 就是什麼呢?可以加快土地規劃的變更。 我們是有過程的,本來不是住宅用地, 我們要做住宅, 陳振興主席同時是官堂區議會主席, 他很清楚了,我們區議會那裏諮詢大家意見, 跟著我們去成規會那裏過, 有些時候還碰到有些朋友忠忠的原因, 去法庭那裏司法覆核, 我們這個過程比較長,但是我們一步一步走下去。